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不见了 被偷走了 没有 没事 有时候会跟着弹 但是这个太复杂了 这是一把1951年的 台湾真潮湿 你看一面这样子 不是剧烟弄的 这是我在家里放的 这吉他有没有什么故事 因为我以前玩音乐 然后我有一把很好的吉他 然后他就 我到了留学回来还带着那把 然后他就神秘失踪 就是被人家偷走了 就是被偷了 然后就是心中很愤怒 但是没有办法愤怒 因为我也不玩音乐了 所以也只能怪自己 就是说他什么时候不见了都不知道 你懂不懂 就是可能已经不见了三年我才发现 所以我不能怪谁 然后有一年就开始觉得 我想把那把琴找回来 当然不可能 就是至少同一个年代的同一行 然后我在那个时候我在纽约弄一个 有一个百老汇的一个project 后来没有做出来 但是认识一些乐手 然后他们就说 你现在可以在网上找啊 网上很多有很成熟的那个环境 然后我就找到那把 找到一把吉他 就是当然不是那把 但是同一年同一行的 然后其实这是我第一把收藏的 第一把 对这是 就是他叫我 他就他们就说 你到底看你喜欢什么音乐啊 你要到底弹什么 我说我太多年不弹了 所以不知道 然后他们就介绍我 我就先买了这把 这把是一个1951年的 然后爵士乐的 但是他没有电 所以他是比较特别的 就是那个时代的 吉他就是当一个大乐团的一个伴奏 就是主要的一个像 有点像一个打击乐器 你知道 所以玩玩看嘛 就这样 然后 然后